妈 小雪不是说要接您去槟城吗 你怎么没去啊 她说她最近很忙 那她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呀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 光明啊 以前我最大的希望 是希望你们两个还能复婚的 但是今天 来 死了心了 你问我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再说了 人离开了谁不照样活吗 她有朋友啊 她朋友帮她开公司 她照样过得很好啊 是 我今天来找您就是想问您一下 她开了家什么公司 文化公司 朋友帮她开的开得大极了 怎么样 谁开的 有必要告诉你吧 是不是学历俊 是不是跟学历俊 妈 我跟小雪打电话她一直不接 您给她打电话 我干吗 你现在想起来给她打电话了 这还有什么意义 妈我让您打您就打您 没必要 没必要 爸 本来我不想跟您说的 是这样 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小雪很有可能就被这个姓薛的给利用了 她惹上麻烦了您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她惹上麻烦了 是 我以为你真的是为了我 原来你还是为了你自己 我当然也是为了你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光明现在已经这么可怜了 你还逼着她欠这个 把你太坦德无厌了 小孟啊 我这也是用心良苦啊 这是唯一可以让许光明 免于承担责任的办法 你难道真的希望 他被起诉坐牢吗 许光明现在所遭受的一切 全是拜你所赐 是你毁了许光明 是你毁了我们之间的爱情 你冷静点 冷静点 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 现在是要许光明 在这份声明上签字 她没把这份声明撕了 就不错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许光明 她确实撕了 她态度已经这么明确了 那你今天还来找我干什么呢 我们要共同想办法啊 许光明现在对我恨之入固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告诉你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会跟你狼狈为奸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难道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 好好好 那我也算是 人之意尽了 人之意尽 你居然好意思说你人之意尽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 你就是我 你不要再对许光明抱什么幻想了 我这是在给她机会 如果她自己不把握 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 你想对她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能把她怎么样 如果真像你说的 那又会怎么样 具体会怎么样 目前我也不清楚 他们娘俩会有危险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马上报警啊 报警没用的 妈 小雪又不是失踪 只是一个经济纠纷而已 你不是说 她已经被人盯上了吗 是 但是咱们光这么说 也是没有用的 你怎么知道这情况的 跟我说实话 妈 你先给她打个电话吧 我先走了 妈 许光明 妈 现在耽误之急就是 你赶快给小雪打个电话 让她带着婷婷回来 一刻都不要耽误 他们回来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会想办法 是你前妻很不幸地卷入了一场经济诈骗案件 她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 撕吞了投资人数百万的司机 只要你肯合作 她就不再追究你前妻的责任 你女儿呢 也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了 你 3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